大家好 我今天又来开始教你们 挣这个海鲜给你们看 怎样洗海鲜这样 洗了你们平时 洗了可以收,收在冷冻 过年要用也可以 平时要煮都可以 这个是干的 我等一下挣给你们看 煞给你们看 就很简单而已 什么都不用放 好像你买这干的海鲜回来 你都是要放冰涂 不用冷冻 放在我们帮菜的那个就可以了 才不会坏掉 因为这个海鲜是贵的东西 它有一种你手不可以有油去冻到 它就会烂 你要拿这个海鲜就要手很干净 好像你买回来要洗的时候 等一下我洗给你们看 也不可以跌到吃饭的范粒下去 也是海鲜会免掉 我现在弄给你们看 我洗 洗了我等一下去煞 我这个是白开水 它这样洗起就可以了 它好像 我这个海鲜已经我买了差不多久了 它好像有点盐 它本身都是这样 我要水煮滚滚 等一下你看 看我怎样弄 上次五年前我买很多包来收 买整十包海鲜来收 收到现在 现在买是很贵 现在买好像海鲜要这种小条的 才好 这种可以做要的 有些人是炖来 放个盅 放些瘦肉 这样来炖来 吃补我们的胶脂 你看 要这种才好 好像你做菜的 都要买那种大条的 大条跟这种 比较不同 吃起来是说 要补身体就是这种小条的好 小条它很 你去买的时候 它有跟你讲 有很多种 有日本来的 哪里来的 看你喜欢买哪一种 它每个国家的 它都不同价钱 我等这个水滚了 我煞给你们看 我已经昨晚 我有煞了几条 七条 煞好了 我就 煞好了 我就正在喂那个窝 早上再煞过 到现在它很软了 我还没有开肚子 就要等它软了 它现在还没有煞的时候 它很阴阴到好像石头 好像还没煞的是这样 煞好了是这样 煞好了 它会自己一直发发大 这个你挣多几天 它会发到这样大 我开了肚子 等一下我开了肚子 我弄干净 我再挣了 我还放在冰头 它一直挣冰头 就不用每天去换水 你没有空换水 也不用紧 你挣几天 你就拿来洗洗了 你没有马上要煮 你就可以 用这个袋 还是一个荷子 收在那个冷冻的地方 收到个年要用都可以 你这样 要放一点水也可以 不用也可以 干收也是可以 我现在 放去煞 它水已经滚了 你煞 我昨晚是差不多煞 二十分钟 好像你要煞久一点 也是可以 你看 没关系 煞久一点 你一样跟它争住 你可以争住到早上 冷了才来拿来 放一个荷 放在冰头 多一天才开肚子也可以 所以 好像这种的海鲜 现在 一公斤 千山 我去看 水滚了 我跟它盯在去煞 那个水没有放东西 什么都不用放 反正 我就开这个 昨晚我煞了的 开肚子给你们看 用一个剪刀 它这里有一个洞 这样把它 弄开 每条每条 你剪开 这里有一个洞 你震了它 这里有一个洞 你就剪刀 跟着这个洞 它每条海线都有这个 这个什么 肚子里面 它还没有发的 它肚子里面很肮脏 要再震 等一下我拿那个肮脏出来 再震 我就放在震了 整个放在冰头 处理在冰头 才不会坏掉 好像你明天 忘记了 拿出来换水 也是 你在冰头几天没有换水 都不用剪了 拿好像一个荷 比较高一点的 放多一点水 这样来震 比较震得到 因为它会化 你开了 你觉得很硬 你比较难 处理这个肚子 不用剪 你开了给它震多一天 才来开就可以 因为我们是这样 纯正的这样震 没有放什么东西 放什么东西 这样 没有放好像 酥达粉 什么都不要 因为自己要吃的 我把这个肚脏给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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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我洗 你这样拉出来 你剪好 你这样拉出来 拿上整条 整条的肚子 拿上去 还要脏 这些肚脏 那么 这些肚脏 那肚脏 不可以吃吗 本来这个根有一些人都要吃 有时候那个根我有洗干净 我拿去平常的我们煮汤 这样我加下去汤那边煮 你这样拉了很干净了 它很干净了 等一下我再换水 再蒸 我再换水 这就会换水 我再换水 好 等一下好像不嫌豆光 我就来嫌这个根起来 煮汤可以盯下去 先去煮 它这个肚子霸出来 里面好像有一点什么 这种不用紧的 好像现在小了肚子可以再塞一次 再塞一次等它冷了 才放冰涂 等一下我就丢在那边煞水 然后我就跟它拉起来蒸 在这里滚水烫一下 烫一下我再拿起来 我用这个插在这里烫一下 再拿起来 再装个水洗干净再蒸在那边 然后我用来切勾起来 它跟我煮起来 好了 这个是刚才爆的 这个 这个是刚才爆的 这个 你看,干净了,你现在再洗,它的水就这样清,这样干净。 我就放一个清水,再震,震在冰头,震几天,它会很大致的。 震多两天就可以了,好像有一些人,感受要吃震多两天就可以了。 要煮的时候是拿来切,你现在有再烫一下,要煮的时候不用再烫了。 都已经洗到很干净了。 它的根漆在这里一点点,还是不用紧,拿不起来。 它生成这样,不是肮脏,不是什么,它也没有腥味,没有什么。 你煮海鲜的时候,你记得要放多一点姜,蒜米,这种比较香。 你看,这个根,我看到现在我有空,就说,好像沙一样,我该继续了,我洗洗了。 这个根这样美,好像我们煮鸡汤,煮什么,我们可以参加去煮。 因为我们买这个是白种的,是日本的白种的。 有一些海鲜,是这里背后有黑黑,黑黑水不掉,它本来生成都是这样的,可以吃的。 它原装都是这样。 这个再大致一点,它就很白。 可以,焖香菇,焖排骨也可以。 焖了些烧肉也可以,什么都可以的。 以前有一个沙菇菜的视频。 那个海鲜,那个是大致的,满便的那种。 就不用这样做。 这个你现在,好像也提早买,不用等到要过年来买,就不会这样贵。 等到差不多要过年,海鲜很贵。 你这样洗了,一年都没有问题。 好了,这个煮好了。 它有碰一点,给它去蒸。 给它去蒸。 滚滚,给它去蒸,蒸到。 好像你晚上煮,你就可以蒸到。 这样不要说蒸到明天,再煮一下,才来开这个根也可以。 才来放冰头,才这样处理,放冰头。 这样也是说,好像你怕忘记掉,你最好是煞了。 一下子冷了,这个水冲掉,拿一个盒子,再换一个干净的水。 整盒放在冰头,平常的味就可以了。 就不会说是凶到它什么。 就是很美。 这样好了,完成了。 我就给你们看,洗起来就是这样。 你要蒸水,蒸多两天,它会发到很大支欲下。 你看这样小支,那蒸了,这个才隔天之余咯。 这个时候走完沙的咯。 现在我做给你们看,沙的是在那边咯。 就是这样洗啦。 很容易啦,没有什么,很简单。 是有很多朋友跟我讲,我们Auntie,我们不会洗这个海芯咯。 我想像我有海芯啦,就拿一包海芯出来,蒸几只,洗给大家看。 这个海芯是昨天蒸的。 我要给你们看,现在今天这样大支了。 可以再蒸的啦。 我是不是要再蒸,我要放冷冻了。 你看,这样大支,这样没了咯。 好像你要再蒸一两天都可以的。 我就要处理在冰头了。 这样完成了咯。 好,我们就这样说了。 我现在弄给你看。 你整包这样放个冰头就可以了。 即使你要煮再拿出来,蒸水退冰就可以了。 记得订阅,点赞和分享。 谢谢收看。